高雄左營道路上路邊停車一整排 但是畫面看來怪怪的 因為汽車的一半在柏油路 但是另外一半卻在白色鋪面的人行步道上 會怪怪的 所以我剛才停 在想說到底鋪不停 因為一半有一半沒有 可是他又有話 又有那個什麼 這個應該是沒問題 汽車駕駛要停車都先怕怕 確認有車隔的編號才敢靠邊停進隔內 但是這樣的位置 柏油路面道人行道只有130公分 將近200公分寬的車體要停進去 只能開上能輕道 而最讓民眾驚訝的是 從中間切半的車隔 有著編號的車隔中間 樹立著路燈 原來為了改善行人通行步道 公務單位進行的拓款工程 施工一半車隔都還沒有重劃 才會出現半個車隔的景象 而第一騎拓款工程去年八月完工 路旁的車隔就已經重新劃設 機車跟汽車確實有比較擁擠的部分 尤其上下班時間確實是有影響 但是還是提醒民眾 其實騎車就是放慢速度 其實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已經完成人行道拓款工程的路段 馬路車道縮減 上下班的時候略顯擁擠 要改善行人通行問題 工程單位分段施工 但是怎樣完善規劃如何配套 讓交通順暢更讓民眾關心 三日新聞諸偉達 朱宇榮高雄報導 如果不如一位儲使用 請問一周一旦 5月3日 5關目 4關目 6關目